本休黑白 活動一開始 是新任的內政部長林又昌 特別到慈雲寺來參拜致謝 感恩地方的栽培 國台平安 大家平安 大家好 謝謝 今天是元宵節 也是小過年 因為我前幾天剛接任這個內政部長 剛接任內政部長 所以趁著這個禮拜天 回來參拜我們各大廟 慈雲寺幾樓以來最拿志祺最拿聽笑 所以今天是滿滿的感恩之意 人家說 吃歸季愛拜求討 人要有感恩的心 飲水要思源 所以我今天 特別回來跟所有季隆的鄉親 向各位來報告 然後另外也感謝大家過去的栽培 那我們過去半年 我做市長的時候 慈雲寺有很大的一個蛻變 那希望未來我在內政部 也能夠為國家跟社會 做更多的一個貢獻跟努力 謝謝大家對我的一個支持跟栽培 滿滿的感恩 滿滿的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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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非常謝謝 還有今天有好多節目 很多節目 也要祝福大家 那個新年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可以安心工作 安心上班 安心賺錢 謝謝 謝謝 對 疫情 已經過去了 大家會 賺大錢 努力的工作 會賺大錢 恭喜大家 新年快樂 慈雲寺原宵議文活動持續多年 這兩年因為疫情而停辦 但地方人士都非常感恩慈云寺 多年来传承优良文化 推动艺文活动 关怀弱势的善行义举 因此在今年恢复举办之后 纷纷来参加 包括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议长佟子伟 立委蔡世应与多位市议员 都到场来祝福 谢谢台北非常多的朋友 在新春都特别请与市分局表演 我刚才跟你师傅聊天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武士团不仅在台湾很有名 到全世界到新加坡去了 刚才主委跟我分享一个最重要的是 十几年前 慈云市就占助了他们一些经费 让他们有机会到国外室廟 我觉得一个室廟最重要的 不只是精神的传承 它能够在地域接近期 帮助当地所有需要 接受艺文帮助的台庭 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在回归两年以后 我们慈云市再度举办我们的一五华位 那慈云市过去这段时间以前 举办相关一五华位 与宵灯会的时候 都有许多的好朋友 来到现场来参加 那慈云过去也就来参与 所以今天借着我们两年之后的第一次举办 慈云也特别来到这边 跟我们所有的视频好朋友 派个年 在奥续年间就创建的这个慈云市 是我们借我十大五秒 那其实我小时候其实 我妈妈常常带我来慈云市 拜拜祖神是观音佛祖 那我们都在这边祈求平安 那其实慈云市办这个元宵节的活动 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 要感谢诸位一向这么热心 然后办了非常多的公益活动 义文活动在回馈社会回馈地方 所以这是不是拜托大家 先给我们诸位一个掌声好不好 好 慈云市元宵义文活动 安排传统的舞师表演 这是世界师王吕师傅龙师团 所带来的精彩舞师 吸引全场的目光 让新年的气氛相当浓厚 现场也安排视障朋友 带来的打鼓演出 充满了生命力的启发 另外慈云市也很重视年轻朋友 也特别邀请了街舞团体 带来动感好看的舞蹈 获得满场的掌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